敦煌美女 肌肉凝脂 身着红裙 手臂缠着淡绿色披薄 翩翩起舞于荷花丛中 立在一个画满敦煌壁画的底座之上 这不是泥素 也不是炒碗手办 而是可以吃的翻糖蛋糕 近日 在广州一家烘焙学校里 Z世代翻糖师苏鼎凯和记者聊起了他的翻糖蛋糕敦煌飞仙 讲起了西式糕点 在中国市场上逐渐国潮化的故事 最早的时候是在英国皇室 然后王子婚礼上 生日上会用到的一些蛋糕 那我们以前来说刚学的时候13年 那会儿我们国内的人其实都在追随英国的风格 还有美式风跟日本那边的风格 直到15年16年开始 我们的一个国风慢慢的就起来了 然后直到了近几年 开始慢慢的有了我们国内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文化 像我们国风一类的产品就很多了现在 苏丁凯介绍 翻糖蛋糕是以翻糖为主要材料 代替鲜奶油 用糖粉 糖浆 果胶擀出糖皮 搭配巧克力蛋糕胚 经过翻糖师的巧手制作出各式各样的造型 相较于传统蛋糕 因为有糖皮这层保护膜 翻糖蛋糕可以长时间摆放 这也给翻糖师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空间 所以翻糖这一块如果会有美术功底的学生 他的一个进展更快 就学习进步会更快 像我有一些朋友 一些同事 他们原先就是做面素和雕塑的 包括泡沫雕以类 他们也是有做过的 然后再转行到我们这个食品行业 翻糖这一块 所有东西其实都可以互通的 苏鼎凯的翻糖蛋糕敦煌飞鲜 三个唐人栩栩如生 从头发到手指尖都很精细 据他讲解 为了让制作出来的唐人能立得住 糖皮要赶薄 并严格控制重量 一些关键的支撑点 要用头发丝般的铁丝 裹着保鲜膜藏于糖皮内 支撑整个造型 当时在做它的时候呢 其实最难的是它里面的这个结构跟支架 比如他们三个人应该怎么去合理的安排位置 以及它的一些服装的一个摆设 因为有些地方它里面会有干筋或者说铁丝一类的支撑物 那把这些支撑物给它隐藏起来其实是比较难 在这个荷花呢 其实现在还是可以一边一边掰了 当时在做的时候都是一片一片去做的 也是用我们的这个糖 这一块到了 可以看一下 像也是拿我们的这个糖去做的 它就可以做出我们想要的一个弧度 然后形状它都可以完成出来 然后后面的颜色也是刷上去了 就是我们的翻糖现在已经能达到 就是一比一还原的一个状态 苏丁凯已经在广州当了六年多的翻糖老师 培训了上千名学生 但它仍在精进自己的手艺 苏丁凯表示 现在不少中国消费者注重健康 控制糖分摄入 他们学校也在研发新的翻糖原材料 以适应市场的不断变化 因为我在这个行业 说白了也整个青春都在这了 13年到现在也是快10年了 做翻糖这一块呢 也是一直自己在坚持的一个事情 就是翻糖它做完之后 它可以一直伴随你 直到10年后 我的功夫在这摆着 我可以从头 从底下看到顶上的一个过程 我进步了 然后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是虚荣心 但是真正想让我坚持下去了 还是热爱吧 因为它这个东西呢 你如果说你进不下心去做 你是完成不了了 在苏丁凯的烘焙学校里 记者发现 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 在学习翻糖手艺 苏丁凯一边教学 一边也和学生共同成长 他希望 未来能将更多中国传统记忆 运用到他的甜蜜事业里